通俗易懂聊宇宙 大家好 上期我们介绍了本星系群 以及里边的老大仙女作星系 还有未来本星系群将要发生的大事件 银河系和仙女作星系的碰撞 这期我们开始进入宇宙中的大尺度结构 所以说包含本星系群在内的 有上百个星系群 甚至星系团组成的本超星系团 也就是仙女作超星系团 好欢迎来到俗说宇宙 我是林欧 先介绍一下超星系团 超星系团从名字就能看出来 它肯定是比星系团更大的结构 它曾经被认为是宇宙中最大的结构 不过后来又发现了比它更大的 超星系团负荷体 还有一些类似纤维状的巨型结构 这可以后面再说 超星系团在宇宙中 准确来说在可观测宇宙中 已经算是个非常庞大的结构了 一个超星系团一般会覆盖几亿光年的范围 要知道目前可观测宇宙的直径 也就930亿光年 所以有些超星系团的尺寸已经超过了观测宇宙的1% 说几个比较有名的超星系团 比如像是女座超星系团 后发作超星系团 夏普利超星系团 长蛇半人马超星系团 等等等等 超星系团的次级结构 就是上回介绍的比星系群大一级的星系团 比如本超星系团的中心部分 是女座星系团 注意啊 室女座星系团和室女座超星系团 这是两个概念 前者是次一级的结构 只是后者的其中一部分 室女座星系团位于室女座方向 内部包含了大约有2000个星系 它是室女座超星系团的中心部分 相比之下 我们银河系所在的本星系群 仅仅是个外围成员 距离中心区域足足有6000万光年 如果把室女座星系团再往下分 主要有以M87、M86和M49为中心的三个次集团 其中以M87为中心的这个次集团 是这三个次集团中比重最大的一个 所以上次黑洞照片才会选择以M87为拍摄目标 主要就是因为它虽然远 但是足够大 简单介绍一下这个M87 M87星系也叫做室女座A星系 它是银河系附近的几个质量最大的星系之一 它不像银河系运用悬臂结构 M87是一个椭圆形系 椭圆形系有什么特点呢 首先它没有悬臂 它的外形只是个中心量 边缘逐渐暗淡的圆形 其次它里边的恒星运动轨迹 是以不规则运动为主 不像银河系这样的漩涡星系 一般都会有比较稳定统一的轨道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种理论认为 椭圆星系一般是由两个漩涡星系碰撞 融合后形成的 就像上次说的 仙女座星系和银河系合并后 很可能就会形成一个椭圆星系 所以椭圆星系里边的恒星 大部分都已经进入老年 年轻恒星很少 相当于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所以椭圆星系里边的疏散星团非常少 而球状星团则非常多 还记得之前介绍星团的那期里说过的吗 如果说疏散星团是恒星的幼儿园 那么球状星团就是恒星的养老院 所以M87里的球状星团数量非常多 至少上万个 相比之下 我们银河系中的球状星团 只有区区一百多个 说句题外话 越是古老的星系 理论上孕育出高级生命的可能性就越大 所以像M87这种巨大的椭圆星系 理论上存在高等文明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至少是曾经出现过的可能性 或许人家早就意识到 本星系已经没有前途了 早早就移民到其他星系了 孕育生命概率最小的是那些矮星系 它们出现生命的概率相对就非常低 主要是因为这里面有大量的新恒星出现 这意味着即使有生命诞生 也会频繁的被超星系猛发给清洗掉 好了扯远了 在侍女座星系团中 除了M87外 像刚才说的M86 M49 它们都是巨大的椭圆星系 虽然侍女座星系团作为一个比较重量级的星系团 构成了本超星系团的核心 但是它周围的一些星系团 都是一些比较贫瘠的小星系群 比如我们银河系所在的本星系群 就是在一个非常小的纤维状结构上 只有远处的天炉座称得上是星系团 旁边的波浆座也勉强称得上是星系团 其他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小的星系群 天武学家曾经通过长期观测 比较了本超星系团和其他的一些超星系团 发现本超星系团在同类结构中 其实是一个缺乏高密度核心的星系频法的代表 而且规模还相当小 也就是说视女座超星系团 在宇宙其他超星系团里边也就是个弟弟 在2014年的时候 天文学家采用了一种全新的 通过星系的视像速度来定义超星系团的方法 按照这种新的方法 天文学家们定义了一个 包含视女座超星系团在内的更大的超星系团 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 也就是说视女座超星系团 只是构成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的一部分 这个拉尼亚凯亚 它里面光超星系团就有三个 除了视女座超星系团外 还有长蛇半人马座超星系团 和孔雀印第安座超星系团 普通的星系团和星系群 加起来至少有几百个 可见它有多庞大 与拉尼亚凯亚临近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超星系团 比如夏普利超星系团 后发做超星系团 五仙做超星系团 和鹰仙双鱼超星系团 实际上 关于这个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 它的确切边界 天文学家们也不太清楚 还需要更多的观测数据 目前认为 它的整个覆盖范围超过了五亿光年 质量大约是银河系的十万倍 另外天文学家们发现 这个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 貌似正在向旁边的夏普利超星系团移动 这意味着它俩很可能是更大的 更复杂的结构的一部分 关于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 还有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在拉尼亚凯亚里 大量星系在朝着巨尺做星系团的方向运动 包括我们银河系在内的数百万个星系 都在以每秒几百公里的速度向其靠近 这意味着此处至少需要有 上万倍银河系质量的物质存在 和它相比 即使是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 简直都不知一提 那这个巨尺做星系团 是不是就是巨大引力的产生者呢 虽然巨尺做星系团中心的星系十分密集 而且它本身也是个巨型星系团 但是后来慢慢发现 单凭它的质量貌似不足以产生如此强大的引力 所以该处的引力异常 还是无法得到完美的解释 对此科学界也是众说纷云 天文学家们只能暂时给它起了个特别的名字 巨尹园也就是巨大的引力源头 为什么它如此神秘 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东西 下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神秘的巨尹园 感兴趣的不关注一下吗 好了 通俗易懂聊宇宙 我是林墨 诉说宇宙 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